九分钟 只身一人反野 先手被对面五人包夹 打到半血的情况下 空伐依旧自信反打 一打五拿下五连绝世 可能从第一视角 大家并没有过于震撼 直到空伐放出了被害人视角后 故事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这局比赛是空伐挑战 520个人头下播的一场对局 此时空伐已经通宵熬战到了 第二天的早晨八九点 看到粉丝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孤王 空伐还讲述了曾经主播最绝的时代 一边说着空伐也拿到了 本局比赛的第一个人头 咋说呢 现在的观众是 就是怎么说呢 现在的观众或者谁有啊 他不知道以前的直播有多卷 以前直播都是按72个小时打底来播的 真的 是 他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卷而已 以前的直播都是72个小时打底 让人没想到的是 随后米莱迪三分钟自信入侵野区 还想要偷空伐BUFF 最终被空伐追击到了中路完成击杀 这两个小子在这头BUFF 随后空伐没开二度继续针对米莱迪 势必要让米莱迪交一波惨痛的学费 紧接着空伐又来到了对抗路提了一波款 但与此同时发育路开始不满意了 第一波云鹰干可不满 责怪空伐 第二波二打二没打过 直接表示要来野区发育 空伐健壮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配合安琪拉二打五将对面打了一波团灭 紧接着加罗继续疯狂送人头的同时 空伐继续疯狂万杀 就这样来到了九分钟也就是开头的名场面 此时空伐刚和弹幕闲聊结束 准备反野就遭到了对面五个人的包夹 可以看到第一时间空伐就率先被打成残形 但利用大招隐身成功偷掉了米莱迪 直接起飞 随后看到弹幕表示 想要欣赏一下这波回放的时候 空伐也是欣然答应 在22杀获得本局比赛胜利后 空伐也是直接打开了回放 看完对面的视角 炸鱼老祖空伐自己都绷不住了 直呼太绝望 绝望了 在对面的视角里面是真的绝望 在对面的视角里面太绝望了 真的 确实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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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精彩